菩萨的心咒不是凡人能理解的 犹如发电报的密码 不用知道为什么这几个数字要放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如果理解错了 反而会影响念经的效果 只能因译不能异议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经咒都是菩萨的真言 怎能用人间的智慧来解释 师父还说 念经的人千万要记住 只能音译如字的发音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药师灌顶真言治牙疼 大家好 我来分享一下 药师灌顶真言神奇治愈我的牙疼 今天不知为何 牙齿大牙的位置上牙咬下去时 牙龈会感觉很疼 因此吃午饭时都不敢用大牙细嚼 那种感觉很不舒服 想着这几天并未吃上火的食物 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有点想不明白 下午下班回家的路上 我在想 既然不知道吃什么药物治疗 那何不求一下 南无药师佛呢 于是我祈求南无观世音菩萨慈悲 请求南无药师佛为我加持灌顶 治愈我的牙痛 如果我好了 我会现身说法 让更多人相信佛法 于是我开始念诵 药师灌顶真言 直到我吃完晚饭一个小时后 我发现上牙咬和下牙时 疼痛突然消失了90% 这让我感觉太神奇了 看了计数器上的数量显示 我只念了160遍的药师灌顶真言 菩萨就立马保佑我的牙疼 不用吃药就好了90% 菩萨真的太慈悲了 经文的效果立竿见影啊 要知道牙疼不是病 疼起来要人命 如果没有这么书上的经文 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太感恩南无观世音菩萨 感恩南无药师佛慈悲保佑了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运用五大法宝 八年的糖尿病痊愈了 还助力孙女考上省重点中学 我来自北方的一个城市 我原先是学其他法门的 吃素二十多年了 2015年我才接触到我们如此殊胜的心灵法门 自从修了心灵法门之后 大大小小灵验的势力非常多 法喜充满 殊胜无比 分享一 学心灵法门后 运用三大法宝 长达八年的糖尿病痊愈了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原来学其他法门时 患糖尿病达八年之久 直到2017年 我才开始认真听师父的开示 我就许愿十万遍药师灌顶真言 坚持每天念一百零八遍 后来把十万遍药师灌顶真言念完 后来我运用三大法宝 许愿 念经 放生 我的糖尿病就痊愈了 我许愿如下 一 放生一千两百条鱼 原先也有陆续放 没有统计 二 小房子一拨二十一张 持续烧送 原先也烧了一些小房子 没有统计 三 每天念针对糖尿病的 礼佛大颤伟文 现在 我的血压很稳定 就是有时候记得就吃点药 有时候就没吃 基本恢复正常了 无比地感恩伟大的佛陀 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 感恩伟大的恩师慈父 卢台长 分享二 五大法宝助力孙女考进重点中学 就是我运用五大法宝 为孙女祈求 让她顺利考入省重点中学 在考试期间 我还请师兄帮孙女助念 大悲咒 心经 准提神咒 在考试前 我还许愿如下 一 考试期间 我让孙女吃素 二 同时准备考试期间 我每天还为孙女读一篇白话佛法 让她开启智慧 三 我给她许了四十九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四 我给她放生六次 但没有计算数量 心中无比的感恩佛菩萨和恩师慈悲保佑 让她如愿以偿 靠近理想学校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今天分享一件事 我父亲今年76岁 去年国内体检时 发现前列腺癌指标7.6 属于非常高 医生一直催促进一步检查 而且高度怀疑有恶性肿瘤的可能 父母因为要来澳洲 所以拒绝了 来这里以后 由于菩萨妈妈加持 他们开始念经了 每天认真做功课 当然也给他们放生 许愿病好后现身说法 师兄们 在我父亲没有做任何治疗的情况下 同样的指标刚刚测出来降到四点几 多么的不可思议 又因为相信佛法在意料之中啊 除了感恩 还是感恩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纪念地藏王菩萨诞辰日 师父开示极紧 四 地藏王菩萨诞辰日如何祈求和念经 一 地藏王菩萨圣诞 应如何感恩及烧送小房子 选自2017年9月8日 悬疑问答 师父啊 就是7月29马上就来了 地藏王菩萨那个日子 然后就是您开始几句 在这一天我们应该 怎么注意点什么呀 你先按照正常的心灵法门的课头上下 然后请观世音菩萨 就是转达我们对地藏王菩萨的爱 感恩地藏王菩萨给我们带来了大愿 对不对呀 我们一定要学习地藏王菩萨的愿力 自己好好地修行 度众 能够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对不对呀 你就这么讲嘛 就是在这个地藏王菩萨纪念的日子里 请观世音菩萨替我们弟子转达 我们对地藏王菩萨的崇敬 你知道地藏王菩萨如果有观世音菩萨在给他传递的话 菩萨也开心啊 对不对呀 是啊 因为我们学习地藏王菩萨我们全归一道观世音菩萨门下嘛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对对对 师父您浩然争气 日子有见人心 对呀 文不对题 不知道说些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 师父 那这一天是不是地藏王菩萨这些都是通地府的 然后这一天我们都烧一些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就是观世啊感情啊好一些啊 哦你还有点智慧嘛 地藏王菩萨生日的时候你可以多些烧些东西 比方说跟地府有关系的 那些都求不求会开会会大赦的 很多东西比方说你知道你的家人比方说在地狱里 或者在下去了 你就给他多少点小房子请地藏王菩萨慈悲 对不对呀 加持 多少张啊最多啊 这个你49张啊什么都可以烧啊 78张啊都可以啊 反正在100张之内 你烧了之后说不定大赦从地狱里直接放出来了 哎呦这太好了 他现在这个七月十五刚过 哎呀这个真是大赦 你这个这个真的 地藏王菩萨也是慈悲的不得了 哦是啊 否则他为什么到地狱里面去救救恶鬼啊 这么恶的鬼他为什么救啊 他不就慈悲吗 对不对啊 慈悲了 他跟观世菩萨也挺好的 二 地藏王菩萨诞辰日 小房子及礼佛大忏悔文数量 选自佛学问答161 有关特殊节日及佛诞日念诵礼佛大忏悔文的问题 礼佛大忏悔文当天可以不超过79遍 小房子烧送 给亡人以及自己要经者的小房子 分别不超过78张 给其他人的小房子单独计算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高僧大德给你们讲解的经咒 也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含义 菩萨亲住的真正内涵 能有几人理解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